歡迎收看無線七點半一小時新聞 我是黃善航, 今晚的主要新聞有 我們始終溫熱了很多年了 我始終十年都沒拍過 第一期簡約公屋職的喜接受申請 大部分都想編配到市區單位 天氣的原因應該是在他的意見之內的 議員說不接受中電拿天氣做藉口 來解釋多次停電 詳細的新聞內容 第一批簡約公屋職的喜接受申請 4400個單位分別位於牛頭角和元朗 不少申請者都是通訪戶 輪候公屋當年都希望偏配到市區單位 房委會上個星期向輪候公屋三年或以上的人士 寄出申請表 接受申請第一天 全日都有不少人到樂副房委會總部交表 有申請者和兩個女兒輪候公屋將近十年 我們自通訪住了很多年了 我整十年都沒批評到過 旁邊早有事打開門都吵了 想睡硬一點都好 發完工 總之就好都很不方便 自那些通訪 加上我的身體 即是犯有嚴重的那些厚錢 寄到幾次遠 我這套服務次申請過兩次 我住通訪 所以子女和經濟的問題 六七年了 裏面都有蟑螂有很多東西 環境很差 首批簡約公屋最快春年第一季入伙 超過4400個單位 2150個位於元朗郵博路 月租由740至1420元 牛頭角彩興路就有2290個單位 租金較高 要1110至2650元 不少申請者仍然想住在市區 如果你在元朗走出 地鐵或乘車都要15至20分鐘 因為我的女兒 剛才讀中學一年級 騙她去元朗那裏上學很遠 真的沒辦法 編配將採取計分制 選擇非市區可以獲加30分 同時選擇市區和非市區可以獲加15分 而只選擇市區就不會獲得加分 至於住在劏房有特殊健康狀況 或者家庭成員裏有長者和小童 亦都可以獲得加分 房屋局說即日體制下個月15日提交的申請 可以獲優先處理 下個月26日中午截止 無線電視記者劉慧兒報導 簡約公屋的土地使用期是5年 是怎樣計算 當局回覆說普遍在扣除建築期之後 有大約5年時間使用 認為住戶入住期間應該可以獲偏配公屋 有立法會議員認為如果項目完結之後 那時居民都還未上到公屋 當局應該妥善幹事 簡約公屋的申請條款列明 當項目因為發展規劃結束營運 業主或者政府需要收回土地 無論住戶是否獲得偏配到傳統公屋 都必須遷出和交回單位 自行安排居所 現在公屋的一般申請者 平均輪候時間是5.7年 居民入住簡約公屋之後 可能到租約完結都未能上樓 要返回不適切的居所 沒得擔心這麼多事情 這些政策的事情 沒得自己個人要求 他的規矩是這樣 我們就跟規矩做事 到時沒辦法 到時找房間 自己找屋住 沒得辦法 沒得緊的時候就自己解決 有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委員認為 政府加入有關條款 只是為了避免日後出現爭拗 提供法理依據 認為當局最終一定會安置好居民 大部份都是政府土地 所以應該可以再延長久一點 當然發展商那裏 我相信政府會再跟他談 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話 我們當然希望 如果簡約公屋的項目結束了 能不能在附近有些項目去做接收 我們都認為政府有這樣的責任去幫忙 我們絕對不希望 居民由劏房搬去簡約公屋之後 最後要回到劏房居住 啟德勢運動的簡約公屋項目 提供大約10700個單位 當局曾經說5年使用期不會延長 陳鶴峰認為當局應該偏配有機會 較快上公屋的申請人入住 無線電視記者梁永祥報道 多區星期日凌晨有電壓罩降 中電說已經在高風險位置 安裝備雷設施 未來會陸續加裝 對電費的影響不大 日立法會議員不接受中電拿天氣 做供電不穩的原因 中電在今年的頭半年 發生至少7宗大型電力事故 星期日凌晨多區出現電壓罩降 轉寫山鳳鑽園停電超過1小時 中電歸舊近年亦端天氣越吹頻密 加上有不同的道路工程開展 對供電系統挑戰越來越大 短期會透過加強巡查 以及增加人手以加快復電 我們希望透過我剛才的一些手段 盡量減低事故發生的機會 如果真的有電壓罩降出現的話 如果它可以第一時間安排一些電供 到現場做一個搶收 或者做一個復電 我相信停電的時間可以大幅度減低 至於中期會加裝鼻雷器 預料兩至三年內完成 又說本身已經有預算做定期檢測更新 相信連串的措施不會對電費影響大 以往已經認定了一些高風險 其實我們已經完全安裝了 不過希望未來的時間 我們針對其他情況都會做一個安裝 在一些新發展區 基本上我們的目標 是100%是用一些地底電纜的配置 如果因為以往的一些交通線路 去有一些外來物的影響 環境的影響的機會 基本上一些新發展區 是應該不存在的了 有立法會議員不接受中電 以極端天氣作為供電不穩的理由 中電有責任準備應對各種風險 剛剛這次就說跟雷暴有關 但早前其實不多久之前就說是跟火警有關 是跟變壓站的火警有關 即是說不同的成因都會有機會影響到電壓罩降 那麼我們不能夠就是說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 去因應不同的原因導致電力罩降 我們都應該有預警 他又認為政府應該公佈相關成本的數據 確定兩電有用足夠的資源維護好設備 無線電視記者憑永熙報道 機管局說機場所有航班資料顯示屏 今天運作正常 由旅客說不擔心行程受阻 有議員說機管局昨天的後備系統 亦都出了問題要求檢視 照做機場離境大堂顯示屏正常運作 準備出發的旅客如常看屏幕了解即時的航班資訊 自助辦理登機手續櫃桌亦都正常 旅客又有沒有擔心在有突發事件 提早去機場呢 航空公司也有給我電郵 都知道閘口在哪裏 所以都應該OK 所以就沒有特別提早 不太怕我覺得機場應該都OK 即去那些署便都OK 平時都是提早三個多小時左右 所以差不多 正常這些情況都沒理由故障那麼久 對 相信是香港機場的 機場的航班資料顯示系統 星期日早早7點開始故障 職員要手寫登機閘口 和拿行李等的資料 有旅客因為未及時得識登機閘口 未能夠登上航班 機場職員也都要人手點算行李的數量 去到下午才陸續恢復正常 機管局解釋 是網絡系統出現部分異常 暫時不涉及客客攻擊或寫人為失誤 亦都已經即時啟用後備系統 那為何啟動了後備系統 仍然要用白板手寫資料呢 我們叫港鐵他們的後備系統 就是當一個正常系統有問題 它都可以轉去一個一模一樣的系統去運作 後備系統裏面有一些缺陷是做不到 有關於投射 以至它是需要在最核心系統裏面 拿回一些資料出來投射 所以可以看到後備系統似乎 都是出現了一些問題 希望機管局方面檢視一下 看看有沒有地方需要更新和改善 接下來三跑 我相信整個系統又會再進一步複雜 接觸的飛機航班的次數也會多了 有機管局董事會成員說會跟進 當我們做檢視檢測系統的時候 都要將這個安全元素提到最高級別 即是說得不好聽 就是要防住有人黑客來破壞我們 這次是沒有問題 但不表示以後沒有 而且在地緣政治升級的情況下 亦都是難保會不會有一天 真的有的 他有建議機管局主動聯絡受影響的旅客 承擔行程延誤的費用 黃昌司機 蔣一流祝福報道 南韓一間鋁電磁廠發生大火 消防人員說最少22人死亡 中國駐東地大使館證實 有18個中國公民圓蘭 起火的鋁電磁廠位於首爾南邊 京畿道華盛市 消防員到場灌溝 5半發生 工廠有三層 佔地2300平方米 廠內一個鋁電磁倉庫 據報存放了35000多個鋁電磁製成品 有電磁發生連串爆炸 引發大火 火勢到下午近3點才受到控制 消防員在現場發現多具屍體 據報多死者是中國公民 暫時未知具體起火原因 無線電視記者將會衝補到 休息回來會報道 任馬地致命意外 一個工人被帶營鋼管壓死 回到新聞時間 任馬地發生致命工業意外 一個55歲男工人 懷疑遭到金屬水管 摘中頭 最終不治 工業傷亡權益會說 因為吊混或搬運寵物致死的 工業意外頻生 期望勞工處加緊監管和巡查 事發之後 部分牆大約20呎的金屬水管 散落在地上 有工人協助警方調查 現場在大角咀海徽道38號 新油麻地公眾貨物裝舍區 據了解 事發在下午2點多 事主當時只是將一批金屬水管 由一輛貨車調運至另一輛貨車 水管突然由高處墮下擊中事主 他頭部流血 腳部骨折 當場昏迷 送往廣華醫院搶救 最終證實不治 案件交由由麻地警區跟進 據工業傷亡權益會了解 55歲的事主已經入職幾年 在家裏面的經濟支柱 太太是家庭主婦 欲有一個正是讀中學的兒子 意外的成因仍然有待調查 要確保工人站在安全的位置 如果真是不幸有物件跌下來 都是能夠避過 當然實際上是否牽涉到 有些東西紮不穩 這個工序就在廠那裡負責 那邊要確保紮穩 當然運送期間都有機會 是否移動過 或是磨損了東西 令到調整斷 這個真的要再作研究 他又說今年的頭半年 已經錄得5宗 因為調運或搬運寵物致死的工業意外 相比去年全年只錄得1宗 又大幅增加 期望勞工署加緊監管和巡查 無線電視記者彭榮熙報道 勞工署說去年合共有24宗致命工業意外 數字和前兩年差不多 有立法會議員關注 《政安建條例》提高罰則之後 傷亡情況沒有改善 既野當局做好宣傳教育 去年職業傷亡個案有大約29000宗 當中致命個案連續幾年錄得升幅 有2810多宗 工業意外就有大約8000宗 其中24宗是致命個案 數字和之前兩年差不多 超過八成涉及建造業 政府去年卸月調高《政安建條例》法則 包括巡工數程序提出檢控的嚴重個案 最高可以判罰1000萬和監禁兩年 在立法會相關事務委員會 有議員關注條例加勒之後 都未能夠減少傷亡情況 最重要 我一直都這麼多年都在說 其實是那個宣傳教育 和你下去巡查裡面 不只是捉固主 僱員不戴頭盔 他不知道怎樣做 其實你都是要捉的 判罰出來就不慢慢 和過往的判罰就相差百元 同時在做的時候都會跟律政司 很小心地去逐個研究 確保我們那個告的方式是適當 要儲一些多一些個案 大家才可以容易看到判罰的增長情況 他又透露就員方雙場地盤 去年發生兩死的致命工業事故 向承建商等提出的31項檢控中 有15項會循公訴程序提出 有議員就要求處方交代 檢討平安卡培訓內容 和時數的進度 暫時來說那個時數是沒有增加 但是我們是持續地留意 那個平安卡課程的內容 是會隨著時間會更新的 因為無論我們自己政府 我們新的一些指引 或者是新的科技等等 都需要加入這個行業的朋友 是知道多些 他又說針對危險工序 和安全表現欠佳的工地 除了行常巡查 亦都有特別執法行動 並且成立特遣隊 針對打擊不安全作業 武士尼士記者 澤宛文報道 俄羅斯南部達吉斯坦地區 發生恐襲 武裝分子襲擊東正教教堂 猶太教教堂和警官 最少15個警員和幾個平民死亡 另外有25人受傷 當局擊斃最少6個武裝分子 正是搜捕其他涉案人士 暫時沒有組織成敬師集 傳播信徒當時已經離開教堂 達吉斯坦人口以穆斯林為主 潔爾濱特使就是傳統猶太人聚居地 暫時未知行空動機 是否涉及宗教或種族等問題 猶太社區組織呼籲 當地猶太人切勿被挑釁 而在125公里以外的達吉斯坦首府 馬哈奇·卡拉斯 槍手和警方拼火 有懷疑槍手被擊敗 亦都有片段見到至少十多名 全副武裝的執法人員 在馬哈奇·卡拉斯 一間東正教堂外戒備 教堂星期日發生槍擊 19人躲在教堂裏面 所有人其後安全撤離 潔爾濱特使和馬哈奇·卡拉斯 星期日有一間猶太教堂 兩間東正教堂和一個警官 被多名槍手襲擊 多名警員被殺 死者亦都包括東正教牧師 當局形容當日 是達吉斯坦和俄羅斯全國的悲劇日 達吉斯坦地區 將星期一至星期三定為哀悼日 建築物下半期 所有娛樂活動取消 雖然暫時未有組織承認責任 但是報道引述官員說 已經鎖定疑犯的身份 亦都知道主謀是哪一個 以及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又說這次恐襲可能是在海外插掛 不排除與烏克蘭有關連 俄羅斯國營傳媒就引述執法部門說 施襲者當中包括一名地方官員的兩個兒子 這名官員已經被扣留調查 今次是俄羅斯相隔三個月再發生恐襲 位於首都莫斯科市郊一個音樂廳 3月遭多名槍手施襲 造成145人死亡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承認責任 但令俄方堅稱案件和烏克蘭有關 無線電視記者 陸子奇報道 英國下個月大選 選情低迷的執政保守黨爆出陸著醜聞 最少四個保守黨官員被指 在政府公佈大選日期之前針對投票日陸著 距離英國下個月4日大選 還有不夠兩個星期 在民調中大幅落後的執政保守黨 被爆出的下注醜聞越演越烈 英國星期日《太吳士報》報道 黨內的資訊總監梅森 涉源在當局對外宣布大選日期之前 利用內幕消息就大選日期落注 正遭英國博弈委員會調查 並且說梅森進行了幾十次投注 每注金額少過100英鎊 但累積獎金涉及幾千英鎊 報道引述梅森發言人說 調查期間不適宜作出評論 但梅森否認有任何不當行為 據報梅森是第四個被指針對選舉日期落注 遭到英國博弈委員會調查的保守黨人 另外三人分別是兩名候選人 桑德斯和威廉斯 以及桑德斯的丈夫 她是保守黨的競選總監 博弈委員會沒有公開被查人員身份 不過桑德斯已經表示會全力配合調查 而威廉斯也承認正接受委員會調查 並且說自己的判斷出現重大錯誤 保守黨大選中的主要競爭對手工黨 就去信博弈委員會 以涉及公眾利益為由促請當局公布被查人員的名 並警告任由外界猜測會令大選蒙上陰影 令到保守黨的首相新委成早前說 得知有關指控之後感到非常憤怒 認為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並且說任何違法者都應該被開除黨籍 有分析說下注醜聞將為保守黨帶來新打擊 很可能令他在大選中輸給工黨 結束長達14年的執政 無線電視記者陳慧珊報道 最新民調顯示 只是大約有一成的受訪者 希望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繼續執政 岸田文雄的自民黨總裁任期將會在九月街門 他在上星期五暗示有意爭取連任 不過日本共同社星期日公布的最新民調結果顯示 只有大約一成受訪者 希望首相岸田文雄連任自民黨總裁繼續執政 大約三成六受訪者希望他盡快辭職 而岸田內閣的支持率只有兩成二 交上次調查下跌兩個百分點 不過自民黨的支持度就升至兩成六 仍然領先立憲民主黨和日本維新黨最少14個百分點 自民黨亦都是唯一支持度上升的政黨 歡迎收看時事中國 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中國式現代化 要靠科技現代化支撐 要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全國科技大會、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上午在人民大會堂召開 習近平向獲掌者頒發掌章和證書 並發表講話 習近平指出國內科技事業發展仍然有不足 必須進一步加大科技創新力度 要加強建設國家戰略科技力量 推動發展新質生產力 要積極運用新技術改造 提升傳統產業 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 對外要積極融入全球創新網絡 加強參與全球科技治理 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 內地發出今年第一個暴雨紅色預警 湖南省長沙市多地嚴重積水 有地鐵站被水淹沛 部分地鐵線一度暫停服務 中央氣狀台預測 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暴雨 將會持續到下個月初 湖南省長沙市這條主要道路 上午因為暴雨變成河道 水深過失 指揮交通的警員都舉報遺姦 大量積水倒灌 地勢比較低的地方如同水塘 長沙市在上午9點至10點 一小時降雨量達到65.1毫米 創下當地6月單小時雨量紀錄 長沙火車站前的廣場 和附近道路出現積水 有地鐵站越台變成水務間 當地兩條地鐵線中午之前宣布暫停服務 去到下午長沙市內的積水 仍然未完全退去 不少車因為死火停在馬路上 部分到路就實行交通管制 江西省景德鎮市同樣暴雨連綿 去到上午8點 全市12個小時平均雨量近130毫米 多條街道嚴重積水 局部地區垂深及腰 有停泊在街道上的私家車 隨水樓飄走 而安徽省黃山、孫城等5個市 超過51萬人受災 超過6萬人獲安置到安全的地方 當地農業損失慘重 水退之後可以見到大片農作物被冤泥覆蓋 這塊辣椒田經洪水長時間浸絕之後 不少辣椒已經腐爛 有關部門已經派出專家團隊 去當地評估情況 指導農民保重其他農作物 無線電視機者陳雪兒報道 北京市民旅局早前公布 除了故宮和國家博物館等 全市旅遊景區全面取消預約 有旅客認為更加方便 但不少人都不清楚哪些景點 仍然需要預約 有學者就認為 涉及民物估值的景點 仍然有需要保留限流措施 住北京記者葉子華報道 首都北京是熱門的旅遊地 故宮、國家博物館更是一票難求 北京市民旅局早前公布 全市旅遊景區全面取消預約 但故宮、國家博物館等除外 不少網民關注究竟還有哪些景區 仍然需要預約 我們嘗試登入天安門廣場 預約參觀服務平台 發現仍然需要預約參觀 不能即日預約 我們向民旅局查詢 局方說目前北京必須預約的景點 包括故宮、國家博物館、 天安門廣場、天安門城樓 和毛主席經驗堂等 其餘景點可以按需要保留預約安排 和實施限流 據北京日報統計 參觀軍事博物館等八個博物館 以及參觀清華大學、北京大學 仍然需要預約 而我們到訪5A級的景區公王府 有旅客在門口數碼 即場買票入場 參觀公王府可以提前10天 在網上預約救票 如果職人有票也可以購買 坐車的時候 本身還顯示有1000多張 然後就預約上了 有些時候是當天可以免預約來的話 就不會做公約 或者是匆匆來一趟的人的遊客 比較方便一點 景山公園等市屬公園 也都取消預約 像我們估計來的時間短 如果你要預約的話 可能無二不太過來 但是你真的不用預約的話 我們一天啊 可能可能逛好幾個景點 就很節約時間 遊學者認為考慮到保育 文物估值景區 不適宜取消預約 但也都要照顧不適預約的市民 基本上全國 現在凡是涉及到文物保護 還有安全 這兩個方面 它都需要預約或者限流 比如說你預約三分之二 預約剩下三分之一 這個可以就對於來的人現場開放 哪怕你就是抽籤式的也行啊 對於有其他市取消警區的實名預約 陳小峰就認為實名制有必要 又助打擊黃牛炒飛 無線連視駐北京記者葉子華報道 內地新一代破冰火考船極地號 在廣州南沙正式命名家庫 下半年起投入科學考察工作 重噸位達到4600噸的極地號 全長近90米 闊17.8米 可以在多個航區航行 一年四季都可以執行考察任務 部級一次足夠全船60人 在海上生活80天 船上搭載了多種海洋調查設備 可以參與極地海洋、海冰和大氣等 環境綜合觀測調查任務 隸屬自然資源部北海局的極地號 投入服務之後 將會提升中國在海洋防災減災的能力 進一步豐富兵區科學考察體系 由內地企業自主設計研發的飛行汽車 完成首次公開試飛 研發公司預計追花2026年左右 向公眾初步提供空中的士服務 這一款採用垂直升降模式 外形類似直升機的產品 是由四川一間企業研發的飛行汽車 星期日完成第一次公開試飛 我們使用的飛機不是縮比的模型機 是我們全尺寸、全重量的飛行器 所以也就驗證著我們總體氣動、飛行控制、 航空動力等等方面的技術 已經達到了見底的這樣的一個狀態 研發商表示 下一步將會安排產品 在高溫、低溫等等的極限環境進行測試 取得民航部門頒發的釋航證之後 就可以投入商業應用 未來我們預計在二五到二六年 完成局方的試行審定 也就意味著在二五、二六年之後 我們的市民可以逐步小批量的體驗到 除了飛行員外 這一款飛行汽車可以接載最多五個乘客 最大行程達到200公里 正式投入服務之後 主要在大概300米的高度飛行 至於費用方面 研發商預計將會控制在網約車收費的最多三倍 但車程時間有望減少八成 無線電視記者鄭希敏報導 這次《時事中國》講到這裏 來到最後一節新聞 一個男人星期日到西貢行山失蹤 交換人員經十三個小時 在一處偏僻的山植問番 送去東區醫院救治 晴風計台 有專家說近日天氣炎熱 行山要簡有山間或者較多樹蔭的路徑 來到要帶足夠食水 警方和文安隊早上去到清水灣郊野公園 搜索失蹤的56歲男人 消防、民安隊和警方 在龍蝦灣郊遊徑設指揮中心 相信是事主的家人在警車上協助 政府飛行服務隊 也在上空盤船協助搜索 次主星期日早上離開 將軍澳廣明院住所去到西貢行山 期間曾經分享過相片給她太太 說當時在龍蝦灣郊遊徑 她太太夜晚仍然未見她的蹤影 和時質去聯絡於是報警 據了解她在星期日中午 曾經向朋友發訊息說快要中暑 救援人員早上大約十點半 偵測到事主的手機訊號 鎖定她在刀片隻一帶 飛行服務隊將她送到東區醫院救治 男人送院時昏迷 需要使用機器做心肺復蘇 她沒有表面傷痕 有中暑跡象 近日氣溫持續炎熱 今年的夏至更加平了140年來最熱紀錄 有專家說炎下行山必須要量力而為 刀片隻這個地方又不是很特別難行 但那個地方是不適宜一個人去 亦都不適宜一些朋友去 本身經驗不是很多的朋友去行這個地方 六七月這些季節 香港行山是特別熱的 如果我們行的地方 如果加上又沒什麼風 那就很容易失衰竭 必須要中暑 我們就一定要在做之前 行山之前 就是行山自己的體能 可否應付到路線 她又說市民可以早早或下午後才出發 避免中伍猛烈的太陽 亦都應該帶備兩至三公升的水 和穿淺色的衣服防中暑 無線事記者 一流轉肉報導 啟德有陀螺形大型建築組件 由貨車跌下來 沒有人受傷 現場是乘風度啟德體育員對開 一個高過成年人的大型建築組件 跌在馬路中間 跟著行人過路處 警方下午大約4點接到修路工人的人員報案 修路公司的人員報案 說一部貨車駛經這個路口時 有大型建築組件跌下來 撞爛附近欄杆和砰爛了路面 大約一個多小時後 有工人丟走組件 再固定在原有貨車載走 轉換一些財經消息 恆治修時報18,027點 跌不夠1點 總成交是964億多 看歐洲股市的表現 三大指數全線向上 英國富士100指數升35點 法國CAT指數升61點 德國Dex指數升97點 歐洲股市全市最重要的